就目前来看 你的任务完成得相当出色 这干嘛呀 以前说完这句话 不都是要握手呢吗 你还来劲是吧 来 我跟你握 来 我跟你握 行吗 来劲 汪先生 咱这次组织上 是不是就可以通过 对我的审查了 我一定如实地向组织汇报 汪先生 咱抓的那个禁随军呢 他醒了吗 对 老汪 不说这事我都给忘了 那禁随军你审了吗 有没有什么新情报啊 他说他叫赵川 对 那个叫赵川的 不是什么禁随军 是个普通老百姓 是河阳县余探长家 当下人的 因为得罪了余探长的老娘 挨了鞭子就跑了出来 那枪 那马 衣服 都是从他家偷出来的 偷的 你要是说这马是偷的吧 在我这儿倒能说得过去 可是他那身衣服呢 你看啊 他人这么瘦 那身衣服他穿上这么合身 而且老汪 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啊 他身上那身禁随军 军装的料子 那可跟别人的不太一样 我看这衣服可不像是偷的 我也考虑过 他那身衣服的料子是不错 但是没有领花 没有胸盘 身上什么证件也没有 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他是说为了躲避门卫的眼睛 才偷了那身衣服 那枪呢 他那把枪可是警用博客 那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偷来的 据他说啊 余探长家的确有不少的枪 而且那把枪 也的确从他家偷出来的 可是你想啊 如果真正的要执行任务 怎么连个备用弹夹都不带 到处乱跑呢 这就睡了 真睡假睡啊 来来来 起来 起来 怎么着这是 我不来 你张罗着给我找新人 我就来了 你就摆这副料子给我看了 没钱 我可以 我可以 吃 我 你 我 我 就 做 我 阿妩 别那么大劲 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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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门 你吃起这大厨片 多丧气啊 放个细心点的 就是 放个细心点的 我还真不会睡别的 你是别的吗 真是别的 多道理 对啊 你洗车点的 刷牙呢 这次看走眼了吧 人家根本不是禁随军 其实吧 我一开始 就觉得他不是坏人 头脑简单 我觉得汪先生不会说错的 对 你家汪先生不会错的 我怎么听你说这话 就有点不服汪先生似的呀 在咱交通站 运输物资和药品 是你负责 可大事情拿主意 都得听汪先生的 我猜呀 你是因为汪先生 接替你当负责人之后 停掉你的杂货买卖计仇 什么计仇啊 什么计仇啊 我问你啊 我这杂货不买卖 是不是也是为了物资流通 是不是也是为了革命 那凭什么说停就给我停了 聊什么呢你们俩 汪先生 汪先生 我那个什么 正在给马五 讲解一些 这个革命理论上的问题 对 他还不太明白 黄玉 这样吧 你套上车 到附近的村镇 去采购一批止血的药品 三七 紫竹草 小剂什么的 另外把各家各户的橙色 把它都剂下来 一边以后建立一个 长久的关系 好 如果有人问 我就说我是给 禁随军供货的 你就放心吧 我一定把我这嘴 给管严实了 多说难免会落个 亲共的名声 行 那我走了 行 汪先生 要不要我跟黄玉 一块去 不用了 那个老汪 今天也没什么 奔奔奔奔的活 就这点叶子呢 我自己就能拉回来了 你 在家里 好好帮忙先生 知道吗 嗯 好了 帮忙先生 他说我 就你 说我 我不是 没有 我不是 你 我不是 你 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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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不是 张派上 此人叫秦豆娘 是团座的药犯 这次行动 希望张派长能好好配合 秦豆娘是本省何阳县 厚村人士 今年十八岁 身高六尺 面色清白 秦豆娘膝下犯上 武逆恩主 北备三民主义 且有重大通共嫌疑 自本月初五 从何阳县潜逃至今 各乡村保甲 其乡民如有发现者 需从速报之官府或驻军部队 何时无误即可领取十块大洋赏金 何时无误即领赏金十块大洋 如有知情不报者 以及藏匿协助者 当以同谋论处 此不 望广而告之 当此足见 抓到我的人 才赏十块大洋啊 也太少了吧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就是你的脚好了 也不能马上去找你三姐 那就是说我伤好了 能跑能跳了 也得在这儿待着 也不能去找我三姐 黄大叔 这上面是不是没说我三姐的事 我想也是 他们要是抓到了我三姐 肯定会险 秦豆娘 你赶紧回来吧 你们三姐在我手上呢 也有道理 我哪说 这上面还说 帮助我的人 也要同罪论处 你不怕吗 该帮的人 我一定会帮 提拿药犯秦豆娘 秦豆娘是本省和阳县匡村人士 年龄十八岁 身高六尺 面色清白 该犯七下犯上 五逆N主 废弃三民主义 且有重大通贡嫌疑 于本月初五 自和阳县潜逃至今 我查仔细点啊 好嘞 穿兄弟你不能站着 给 都是我做的 穿兄弟 听汪先生说 你也是普通人家的 候上 那咱俩一样 先前我有得罪你的地方 对不起 还请你多多原谅 穿兄弟 你还真是和阳县团长家 当差的呀 团长家多大呀 你在他家都干些什么呀 还有 你居然偷了团长家的军服和枪 你胆子可真大 你叫啥 马五 你排行老五 不 我家就我一个 我娘还给我生了两个姐姐 不过都死了 那为啥叫马五 我娘给我说 怕老天爷知道我 晚清第一颗苗 再把我收走了 所以就给我取马五 呵呵 好瞒过老天爷的耳目 嘿嘿嘿 马五 马五 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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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呢 我一共就有两个想法 第一个想法呢 就是好好报答汪先生 我爹娘没得早 要不是汪先生把我从浑身流水的麻风病人堆里边扒拉出来 我这小命早就没了 第二个想法呢 嘿嘿 就是把我这唢呐练好了 等以后谁家发个丧 我也能去给人吹吹 呵呵呵 我老觉得他们吹的那个大出病呀 丧气 等我学好了 我就要给他们吹个喜气洋洋的大出病 保管让那些哭丧的都能乐出声来 呵呵呵 那要是像你说的这样 人家办丧事谁还敢请你 哎 恰恰相反 到时候他们肯定都争着抢着请我 因为我把该哭的事变成了该笑的事多厉害 哎 哎 你还没告诉我 黄玉又不是个当兵的 他怎么会认识我的枪 还有 你跟黄玉 都是王大叔的学徒 为什么他说什么你就要干什么呀 这个嘛 说来可就话长了 以前这个地呢叫天际药铺 黄玉就是掌柜的 后来汪先生来了 汪先生会看病啊 既是个中医不说还会西医 所以这个地就改叫天际诊所了 汪先生也就成了管事的了 按你们的话说呢 黄玉也算是个二掌柜的 倒是只有我是个伙计啊 按我们的话说 那要是按你们的话说呢 你们是不是指的就是这个诊所 哎呀 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呀 我就是个伙计 好多事我也不知道啊 反正汪先生让我嘱咐你 就好好待在这儿 最近外面多了很多当兵的 可别是来找你的 好啊 好 老包 包 包 包准备的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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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情况 包 这是天际堂掌柜的 汪某这儿的座堂郎中 他还有俩伙计 老包 你那俩伙计呢 一个出去买柴 一个给病人去送药了 这 这么说 这 这现在 你一个人了 就我一个人 不是 你这儿一共有 有几间房 前后也就这儿六间房 不介意我们进去看看吧 我不说了嘛 都是些普通家事 不知道老总要找什么 找人 就我一个人 就我一个人 张保长 听 听 听出来了吧 这 这郎中是不希望 我们兄弟们 进 进去看的 让开 让开 这有什么不能看的呢 真是 他这院子 我经常见见 叫撒光棍的住房 还有个火房 这有什么不能看的呢 岳老总 我带你们 后面看看去 看看 得等咱自己的人下来了 才算安全 你们一个诊所 拔这么大的低窖 还搞得神神秘秘呢 是不是黑店 你在黑店呢 我们 别说了 台长 台长 没有 好 我 我告诉你 你们这些开 挨门做买卖的啊 你们来这儿的很多都是陌生人 记住了 看见这个人 赶 赶紧向我汇报 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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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 记清楚了 记 记清楚了啊 清楚了 走 赶紧送送啊 送送啊 好 送送 我知道 怎么还 怎么过好 这 Elijah 你呢 你和术会相抓 看了 晋尊 这个是我刚刚在路上买的一点好吃的 好喝的 这俗话说了 相请不落偶遇 你拿上 这小子比他那个懂事的多 心眼灵活 昨儿就跟抹了蜜似的 那就拿上了 拿上 那就拿上吧 俊阳 这以后呢在这关道镇的地界上 还得请你多多照顾 好说 好说 俊阳 慢走 老婆 咱们找什么呢 咱那人没事吧 没事 东西呢 没收招啊 看给您急的 收着了 还收着不劳少呢 这不是刚刚在街口 我就看见这会儿金隋军 往咱这项目里边来了吗 我怕他们中间有人认识咱这草药的 那咱不等于不打自招嘛 所以我就赶紧把这马车也赶走了 别想躲一会儿咱回来 可是我又派赵川给咱惹麻烦 所以就赶紧把车卸了 先回来了 可是我就是放在这马身上这番号 这刚才也真是吓死我 这马虽然比老回好 但再也不能用了 太危险 就是刘贵赵川早晚也得出事 这样吧 晚上我去取草药的时候 顺便找个黑市 把这马也给卖了吧 也真的如此了 对了 我刚才拉了铃了 赶紧下去跟他们说 没事了 好 老王让我过来告诉你们一声 外边没事了 刚才什么情况呀 还不是他偷那马惹的货 我的马惹货了 就是你那马 我跟你们说啊 晋隋军现在正挨家挨户查呢 如果刚才不是我脑子反应快 现在不但那马 咱们几个人啊 有一个算一个 全都得被关进那军营大牢里去 川兄弟啊 这是咱黄玉大哥 他本事可大着呢 咱俩以后啊 要向他多学习 什么以后啊 什么以后啊 他还打完在咱们这儿 待多长时间啊 王先生不都说了吗 这次他脚踝伤得很重 如果不养好 一辈子可能都主拐 再说了 川兄弟刚从团长家逃出来 团长家可能也得派人找他呢 正好也得躲一阵阵 不是 你打住 他 团长家里的一个下人 偷了这么一身衣服跑了 团长会兴师动众地找他 你行了吧你 人团长家大业大 不怕丢这点东西 没人找他 你还看不起人 我告诉你 我这一跑 让团长家颤三颤 你小子不吹牛能死是吗 我问你啊 人团长家里有没有钱啊 人团长家里有多少下人哪 人团长家里有多少女人哪 人团长每天晚上 在哪个女人屋里睡得最多呀 还找你 还找他 不是 你脑子没事吧你 不是 你还愣着干吗呢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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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看不起人 你别逗我腿好了的 哥 你这样看真像娘 我娶的是咱娘的优点 你长得 我娶的是咱爹的缺点 我娶的是咱爹的缺点 贼没熟眼的 不是我说你啊 你说你堂堂一个连长 你天天这样缝缝补补的 让兄弟们看见像什么 你看 你看你这真真红 恒奇数吧 你就该给我找个嫂子 是吧 嗯 这样咱兄俩都输的 你说咱们一个臭当兵的 脑袋什么时候搬家还不知道呢 谁跟你 呸呸呸 别胡说八道 谁死了你也死不了 我死的是好事啊 我死了没人踹你了 什么没人踹我 你死了我 cuma 你怎么办呢 堂堂正正存放我个人的东西 现在还得偷偷摸摸 希望物资的支配权 早点回到我的手里 写 麻黄 发汗截表 宣废平传 沥水消肿 汪先生 慢点 我没写 行了 行了 今晚就到这儿吧 我去给马去 记着 给那个大白马多下点痘子 我还想是给老辉多下点痘子呢 我跟黄玉说了 把靖翠君那匹马 今晚上拉到黑市场给卖了 所以给他多下点痘子 快去呀 麻花 净挂机就吃了 兄弟们 最近让你们干活 受苦了 再坚持几天 就几天 这帮小鬼子就滚蛋了 这个 吃好 喝好 去吧 切肺 好好吃 好喝 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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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 你 你们回 回来了 哎 怎么样 我我给你们推荐的那家馆子 看 口味 好吧 有什么发现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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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队长 关道阵就那么大点的地方 出来进去的就那么点人 我们都已经熟悉了 再者说了 从小鬼子头上 张军 你再说一句 掌柜 息怒 息怒 你瞧我这破嘴啊 对对对不住 对对不住 自从皇军撤退以后 我们余团长 把我调到这关道阵来住房 严防死守 老百姓胆小 他不敢做什么 阅阁的事 是吗 张牌长的意思是 关道阵一变太平 不是兄兄弟 我夸海口 相对俗敬 相对俗敬 张牌长 找到药犯的踪迹 也早日 向余团长进宫 好好 好好 你说黄玉这家伙 非要卖你的老白 黄玉要卖我的马 他为啥不问问我的 问你也得卖啊 咱下午不都说了吗 怕招事儿 莫大叔 马五 好 可 有 有 他們要把你賣了 你知道不 多吃點 吃得飽飽的 到時候我帶你一起走 幹嗎呢 你管我幹嗎呢 我告訴你啊 賣我的馬 想都別想 剛才這黑燈下火的 我還以為你是偷馬賊呢 我告訴你啊 趙川 你現在可別跟我犯軸 我都跟人約好時間了 現在沒跟我陪你玩 知道嗎 趕緊回你的地窖去 我不回 我還得看著我的馬呢 要不然就該讓你賣了 你回不回 我不回 你快過了 你幹嗎 你放下 我老老實在這待著 放下 你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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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火油要嗎 这个树一桶 兄弟 怕你心里有梦 一条黄鱼一只 潘 潘什么林 没事了兄弟 走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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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法糕咯 谁把你绑起来的呀 还不是那个黄月 快给我解开 我要找个算账去 好好好 吴先生你看看 黄月把穿上帝给绑了 为什么绑你呀 你闻他去 黄月 怎么了 姥姥 你怎么把赵川给捆了呢 赵川 这 我 我给忘了 不是 姥姥 是这么回事 昨天晚上 我不是要去鬼市卖马吗 结果听见院子里有动静 我就出来了 一看马棚里有人 我以为是抽马贼呢 结果离近了一看 又是叫我车偷跑出来了 还死活不让我卖马 我这也实在没办法 就把他给绑了 后来从那个鬼市上一回来 我就把他这事忘了 你真行 你真行 你这捆着个大活人 居然都给忘了 赶紧给人家去道个歉 那这商量要跟你拼命 得亏让马五给拦住了 那个什么 你千万别着急啊老王 我先去跟道歉你 啊 哎呀川兄弟 哎呀你听我说 黄玉这家伙确实可气 平时就老觉得自己眼睛长在额头上 谁也看不上 这次居然还敢绑你 简直是太不像话了 谁也别管我 我跟你说我就是要走 出了事算我自己的 跟邦先生跟埋活你没有关系 这地我住不下去了 我受不了这窝囊气 哎呦 谁敢给你窝囊气收啊 你不能这么走 另外 你不怕碰见当兵的 我就算是让当兵的给逮了 我也不愿意在这活受罪 哎呦 哎呀你消消气吧别 干嘛呀干嘛呀 赶紧去去去 要走啊 你让开 不让 你管不着 哎呀呀呀呀 你轻点啊 你 你 轻点别磕着 放开 哎呦 行行行行 正好啊 你俩好好说 王先生不在 我得上机指望一下 哈 来 赶紧去穿兄弟道歉啊 哈 说完了吗 说完了 说完了该干嘛 大伙子啊 哎呦 川儿 那个 昨天晚上 我把你捆了半宿 那不过你 不过我什么呀 黄玉 当初要不是你对我的麻雀起了贼心 我现在能弄得这么狼狈吗 在这老鼠洞这么大的地方 养着一身的伤 现在连我三姐在外面是死是活 我都不知道 昨天晚上 你又因为卖我的马 把我捆了一宿 我跟你有仇啊 我对你家做过八分绝目的事吗 你这么对我 不是我都跟你说是我不对的 你还要怎么着啊 是我知道 你现在出不去找不到你三姐 你心里急得慌 可是我又不是故意的对不对 咱俩没仇没怨的 我黄玉 还真不是一个愿意欠别人情的人 我也知道 跟你道歉没有用 所以呢 你也没有必要原谅我 这样 川儿 我答应你 不出这两天 我就把你送出关道镇 真的啊 骗你有意义吗 那我就信你一回 赶紧把你这伤给我养好了 伤养不好 就算我把你送出去 你也跑不远 知道吗 别走 又怎么了 我妈呢 警察 放 稍等 警察 放 稍等 警察 放 队长 昨天我把关道镇 整个的磨排了一下 警察 并没有发现秦栋娘的痕 但是我发现了一个急事 当地人叫他鬼事 在这里买卖的物品 全都是一些见不得光的东西 见不得光的东西 对 大多数是来路不正的物品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 我发现 竟然有人在买卖 战备物质 医疗提取 翻式零 其中 还有没有 恶电池 所以 我来请示一下 是不是 要把这些摊位 抄掉 抓起来 审问一下 明天领决 我跟你一起去 你 就要分成了 这些变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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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的一样 你怎么能吃 那这么多 那怎么能吃 你怎么吃 你怎么吃 我 你怎么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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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云 赏你的跑腿钱 没想到你小的还挺大发的 当然了 小爷我又不是没见过钱 那行 小爷 你先慢慢用膳 小的我先告退了 废话少说 小爷我可还等着呢 你说话可得算话 知道 哎 怎么样了 什么怎么样 川兄弟啊 你怎么这么废话呢 你也不开始谁劝你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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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的 哎呀使不得吧 守着吧 别跟个娘们似的 哎呀 我跟黄云都这么长时间了 处处安前马后 事无巨细 任劳任怨 没有功劳 还有苦劳 可黄云别说大洋了 连句暖心的话都没有 还仗着自己见过世面 老挤兑我 你说这黄云 他为什么不在太原 那个大地方待着 又跑到这关刀镇来开药铺 哎呀他的事咱最好别问了 问到心里了也是病 行 咱不问 你把这大洋收好了啊 过年过节的时候 给自己买点中意的东西 哎 嘿嘿嘿嘿 他不肯定了 怎么做到没有了 你呢 感谢观看